那么创新为什么这么难呢 因为创新具有这三个重要的特点 第一周期长 创新的周期是非常长的 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 有一个电影叫做 我不是药神 它里边的那个靶相药 治疗癌症的靶相药 叫格列宁 它在生活中的原型就是格列味 格列味是本世纪初 辉瑞发明这个研发出来 但是它这个药理 在上个世纪50年代 就有生物物的教授 发表在这个学术期刊上 那这个药制药厂 经过了50年不断的探索 不断的探索 不断的试错 最后才终于发明出来 所以你说在美国 发明一种新药 研发一种新药 他们有种所谓叫做双石 双石的这样一个说法 什么叫双石 平均花10年10亿美金 所以它的特点是周期非常的长 它的前期投入非常的大 还不保证你一定能成功 第二个特点是什么 是不确定性的 创新就像我说的 是对未来路径的一个探索 它是不断的偶然性的叠加 最后你能够得出来的一个成果 对吧 可能我一开始计划的是 我可能想研发一个 治头疼的药 但是很多的偶然的叠加 最后是一个治脚疼的 我研发出来治脚疼的药 可能跟我原来的预计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就是创新的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很容易 就是失败率高 对吧 创新大家知道 我们小的时候都学过 这个爱迪生 对吧 发明电灯泡 试了1600多种材料 最后才找到乌司 那代表什么 代表它失败了1600多种 是不是 所以创新具有 周期长 不确定限大 失败率高的这三个特点 那么就代表什么 代表传统的绩效合约 pay for performance contract 就不能够激励创新 你像传统的绩效合约 是可以激励常规性的工作 对吧 现代化大生产 常规性的工作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我们叫做代理问题 就是我作为委托人 我没有办法观测到代理人 是不是努力的为我工作 那他有可能偷懒 英文叫做shirking 所以我要把他的收入 和他的这个业绩表现挂钩 这就是所谓的业绩合约 对吧 很简单 我假如说开一个家具店 我请人帮我去去卖家具 那我如果要说好了 你这个月薪是5000块钱 他一定会偷懒 百分之百会偷懒 但是我如果把这个合约改一下 对吧 你底薪500块钱 你卖出一套家具 我给你提成 那他一定会努力工作 所以这个是用绩效合约 是可以激励常规性的工作 因为只要你努力工作 你就有好的成果 对吧 这个是基本上是一一对应 但是创新不一样 创新因为具有周期长 不确定性大 失败率高的特点 所以如果我资助一个科学家的团队 去发明一种新药 十年以后他回来说 对不起田老师 我创新失败了 或者说田老师 我发明的新药 跟你预想的是不一样的 我作为委托人 我就没有办法区分出 是因为创新具有周期长 不确定性大 失败率高的特点 还是因为这个团队 没有努力工作 我没有办法区分出来 所以传统的绩效合约 就不能够激励创新 我们就需要一套 崭新的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